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小叔 你画什么呢 我在研究 定远侯府的地形图 你也知道 冬月一心想要对付定远侯 他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 据说今晚连陛下都会去 还派了羽林军亲自把守 守卫之言堪比皇宫 冬月应该不会去送死吧 你也说了堪比皇宫 但不是皇宫 我就怕这家伙凭三角猫功夫 不知情众硬闯后府 看来小叔还是很担心冬月的嘛 他在太史局被革职 有我的责任 但想要杀陆远童 太天真了 小叔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拦住他 不让他靠近定远侯府 你要说到做到才好 你武功比他高 必要的时候 直接打孕他 我知道了 我现在去找个帮手 道乐 冯大人找你帮忙 可是今晚太史灵 要帮我去定远侯府赴宴啊 你不是一向崇拜冯大人 冯大人找你办事 和去侯府宴会 哪个更重要 当然是冯大人了 什么事 先别问那么多 跟我走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记住了 今晚十分重要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事 是 将军放心 侯爷 这侍卫都布置好了吗 启禀侯爷 陛下今晚家到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找人准备了火器 有陛下在 火器最好不要用的 侯爷请放心 若是有人敢捣乱 我定让他们有来无回 有你在 我一向放心 到你了 快出 跟我斗 快点 要不要 这是要啊 这招要不了吗 你 你 等等等等 我再看一下 你刚刚是不是又落地 生根了两张啊 你是不是耍赖啊 没有啊 我再看一下不行啊 你刚刚那两张牌 都贴了呢 我刚没看到 我再换上你了 你这人行不行啊 有没有打牌的规矩啊 你给我看一下 你是不是耍赖啊 你给我看 你都不敢给我看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吵了 喝杯茶消消消气 打牌嘛 没什么好生气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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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了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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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看看够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六张 七张 八张 算了 算了 重新来一把 那 那我们重新来好了 这一把 我给你多用啊 我把你给你多用 到我了 到我了 你小叔是不是 让你来看着我 别让我乱跑啊 好 要不要 你怎么知道的 到我了 到我了 我 打牌嘛 没什么好生气的 好了好了好了 不玩了 看吧看吧看吧 让你看个够 五张六张七张八张 好 如今清明盛世 自有燕雀来找 好 妙啊 真是妙啊 朕之前也听说过 无中生有的把戏 却从未见过 今日是第一次 微臣只是略施障眼法 论到无中生有 还是陛下您呢 此话何解 陛下 冯尚书这小把戏 看似简单 却颇有心思 他的寓意是 陛下治国有方 燕雀都来归朝 更何况这天下良才 好 这戏法朕喜欢 重重有赏 谢陛下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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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副模样 出去待命 真不错呀 是啊 是啊 来 朕先干为继 敬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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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府中 你们和燕雀继续伺候 是 今儿喝多了 今日府中可有异样 启禀侯爷 今日府中 有一婢女不知所踪 属下已经派人暗中布房了 我告诉你 今日陛下在府中 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发生 是 这府中出现刺客 倒是提醒了我 你去准备一城小轿 在西角门号着 侯爷 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 也许今夜是天助我 离京的大好时机 去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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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来侯府行刺 探子不小 给我上 走 追 快 陛下 不好了陛下 有人 有人行刺侯爷 什么 快 陛下 是 快 这边 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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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上书大人还真是随意啊 这儿可是定远侯府 我跟定远侯是自家兄弟 在兄弟家里 我呢 想怎样就怎样 你只是个小小的副将 实相就快滚 说来也奇怪了 为何我每次抓捕刺客 遇到上书大人 大人都是在和女子亲人 到底是因为大人的雅兴太高 还是因为这个女子 真的很美呢 敢对我的女人无礼 刺客伪装成侍女行刺定远侯 这是众人有目共睹 侯府女眷 今日宾客皆有名册可查 不知道大人床上这位女子 是否在名册之上 那里就应该去查名册 此事已经惊动了陛下 雨林军已将侯府全部包围 你若是想要支开我 趁机让这个女子逃脱 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两个穿成这样 如何面胜呢 你出去 本大人要更衣 走 大胆脏飞 陛下今日驾临侯府 陛下的安全由你负责 居然闯进刺客惊扰圣家 该能何罪 陛下 相爷 交代我一定会给 不过当务之急 是先抓到刺客 刺客趁乱袭击定远侯 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还受了伤 再加上我打在他身上的霹雳雷火弹 刺客身上既有刀伤 还有火气伤 只要他敢露面 必定真相大半 上次我警告过你 可你还是执迷不悟 不知反省 吃一剑长一智 这回你明白了吧 单凭你一人之力 是没办法杀陆远童的 不要再做这些傻事 那我认了怎么办 就凭我 在朝堂上 哪是他的对手 这朝堂之上 也不是没有人帮你 我换完了 你可以转过来了 走吧 今晚 注定是个漫长的夜晚了 陛下 臣遇前失疑 还请陛下恕罪 臣遇前失疑 臣遇前失疑 手臂怎么没伤 你不是太史局前少监冬月 传说中的半仙之体 今天当着陛下的面 你说清楚你究竟是男是女 回陛下 臣是女儿身 冯夕 冬月是你举荐的 他女扮男装 你别告诉朕你不知情 回陛下 冬月女扮男装进入太史局 臣属实不知情 你 直到臣安侯谋逆案之时 臣才看出端倪 但是臣 已经将冬月社半仙之体的事 上报朝廷 臣害怕陛下责罚 所以才隐瞒 你以为朕一辈子都不知情 不知道舍 如果说冬月是罪犯欺君 那你就是从犯 陛下 臣知罪 冬月女扮男装 欺君知罪 乃是臣一念之差 臣愿受罚 这尚书大人 平时都是精明能干 怎么 现在倒是色令致婚了 你以为有贵妃成妖 朕就不敢治你的罪了是吧 臣领罪 可是冬月为人中军爱国 请陛下给冬月一个机会 让她为国效力 父皇 冬月乃女中豪杰 可看大人 她的为人 儿臣再清楚不过了 求父皇原谅他 这欺君之罪 怎能说饶就饶啊 冬月进太史局 是儿臣一手促成的 若是要罚 儿臣甘愿与冬月 一起承担 你 启禀陛下 这齐君之罪可容后在场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立即找出刺客呀 左相说得有理 堂堂定远侯府重兵把守 要是再让凶手逃脱的话 这是岂有此理 都起来吧 谢陛下 谢父皇 谢陛下 禀陛下 刺客胸前有一处火气伤 是我亲手所伤 若要证明冬月大人并非刺客 何不脱衣验伤 放肆 冬月大人乃半仙之体 人尽皆知 怎么可能是刺客 你不要为了脱罪 就诬赖我的人 欺骗陛下 刺客抓到了 押上来 是 你 他是不是你找人顶替的 他 启禀陛下 赃副将刚开始搜府的时候 刺客就已经从定万侯府逃出了 我刚好路过时 看到他行迹可疑 经过一番打斗 当场将他拿下 你说他是刺客 你有何证据 你能证明他不是刺客吗 赃副将 他可是真凶 禀陛下 赐个的伤 的确像是微臣所伤 你为何要刺杀定远侯 何人指使 回陛下 明尼与定远侯有不共戴天之仇 但是平日他身边防守太严 我没办法下手 今日本想趁乱下手 谁知其不如人 明尼 甘愿受放 大胆刁民 死到临头了 还敢欺君 大人 明尼真的和他有仇 我刺杀他 纯属自怨 自怨 那为何偷描左相呢 冯大人你什么意思 这不能当面来诬陷本相了 相爷先不要着急嘛 这位姑娘 你可知道刺杀朝廷大员 不光要自己死 家人也要跟着一起死 不过看你认得这么痛快 应该是孤家寡人吧 相爷 您没跟我说要连坐呀 如果我认罪的话 您会把我爹地脱罪的事吧 你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拿我爹地小四的命来威胁我 让我在大理寺无限冬月大人谋反 如今又让我混进来 让我刺伤侯爷 相爷 我死不死不要紧的 但您得说话算话 帮我爹地小四脱罪呀 什么什么 什么小四小五 什么乱七八糟的 陛下 这个女的来路不明 她的话 您一句都不能信哪 陛下 够了 来呀 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子 押入大牢 容后再审 是 是 把她押下去 向妍 我爹地要有什么事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 押走 左相方圆 微臣在 你涉嫌行刺定远侯 即日起 进祖府中 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 不得离府 我 陛下 陛下 老臣真的是冤枉的呀 陛下明鉴 陛下 陛下 骑杀陆远童的明明是我 为什么明珠会替我抵罪 既然他要帮我 为何当初又要害我呢 自然是我安排的 哪一件事你安排的 帮我还是害我 横述我说了你不信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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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近 才把他留在这个地方 你倒好 非要刺杀他 给了他离开的理由 还不是你都管闲事 若不是你 当初在竹民意 我一见就刺死他了 哪会有这么多事 说到底 还使你这个大奸臣 驻咒为虐 停车 你去哪儿 去救明珠 刺杀朝廷大猿是死罪 我不能看着他替我白白送死 我让刀勒找人替你顶罪 我也没想到来的是他呀 明珠的事 你一定有办法 对不对 办法还在想 暂时没想到 在我的上一世 根据京都杂谈记载 京都大言之后 陆远潼回到蜀地 立刻开始布局谋反 不久之后就是定远之乱 难道这一世 我依然什么都改变不了 罪臣男装打扮 实属情非得已 罪臣忠君爱国 却报效无门 这才敢欺瞒陛下 陛下 大义没有女子做官的先例 冬月虽然身怀祥瑞 但若以女子之身觐见 陛下也未必肯封他官职 听闻冬月入职太史局以来 忠诚勤勉 还望陛下法外开恩 恕他女扮男装之罪 依然陆远潼已经离开京城 自杀他已是无妄 倒不如先得陛下重用 再做打算 罪臣自制弃君 一直寝食难安 最近一直在发愁 到底怎么跟陛下解释 三皇子殿下求见 儿臣拜见父皇 拜见贵妃娘娘 凭身 谢父皇 找朕何事啊 儿臣听说 陆远潼已经连夜离开京畿之地 并不担心父皇责怪 不敢伤报 这个陆远潼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不上奏酒离京 这眼里还有没有朕 真把京城当他自己的属地了 陆远潼临行前还说 昨日刺杀一事 明显是朝中有人想刺杀于他 加上边关紧张 陛下刺宅固然是好意 但还是保命要紧 日后自会回京 亲自向陛下解释 这 刺杀 倒成了他逃跑的最好借口了 父皇 儿臣以为 左相到底是不是刺杀主使 还有待调查 但可以预见的是 定远潼派系的人 与左相一派的人 日后 只会争斗得越来越厉害 你接着说 儿臣恳请父皇 在朝中成立监察部门 审核议案 整顿励志 最重要的是 可以制衡陆侯左相两个人 对 儿臣愿见御风阁 为父皇招贤纳事 儿啊 你长大了 懂得替朕非忧了 儿臣还有一个请求 希望冬月 能来御风阁帮儿臣 是 臣妾认为 殿下说得有道理 御风阁身处中立 比别处更适合冬月 代罪立功 这 毁非语 说好让冬月回礼部的 为何陛下会封他为之政 还归属在三皇子会下 是吧 这个冬月到底是什么来头 值得你为她如此费心 你该不会是喜欢她吧 姐姐多虑了 姐姐陪陛下断案了一天 想必是累了 冯夕 生姐姐气了 姐姐是担心我吗 别生气了 那 姐姐给你赔不是 这好不好看 姐姐不愧是大国手的徒弟啊 七月初七 为七夕 是你的名字 姐姐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些 不知所谓的人 像孤雁一样 失去方向 这次宴会刺杀一室 我已和左相结怨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对了 明珠现在怎么样 我让你找个死球来代替 你怎么把他给找来了 明珠说谢谢小叔 让你千万不要去牢里救他 他谢我做什么 他说谢谢小叔 让他有机会 替死去的弟弟报仇 同时 把欠冬月的一条命 勿归原主 wiek 说 到底是谁 只是你诬陷左相的 左相只要敢做 就别怕认啊 看来你是没听说过 我大理寺严露的手段吧 好 我让你随后 我让你随后 我让你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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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把他给我放下了 谁敢 本大人监察办案 谁敢阻拦